你把酒菜给我 打我来 别抢我的 来来来 别争了 赶紧收拾东西 快点 快 谁要喝我的尿酒 快 混蛋 抬头 抬头 给我 牛铃 你给银子 什么我还这么骚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如果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把刀放下 五抬头 我在这儿呢 让兄弟们都出来了 把他们都给我弄死 狐爷 外面好像没什么人哪 啊 啊 啊 多头 你不会是一个人来的吧 宝哥 还有我 你还真是一个人来的呀 哎呀 哎呀 弄死他 弄死他 走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杰儿 我觉得现在还挺好的 大官人是好 可是我整日与那五大郎同窗共枕 我度日如年啊 那五大郎同窗共枕 那五大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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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跟你准备一些 都是荒野草 령式 或是荒野草 这是荒野草 我手粗 要是弄疼了 你多担待 有劳嫂子了 五叔 你这伤势怎么弄的 你可千万别在外面惹事 我都当上都头了 还能惹啥事啊 那就好 哥哥以前常主负你 遇事责任 不要因为当上都头就成了一时之勇 咱们吃的亏太多了 哥哥说的是 古丛定当铭记在心 喝点 好 这记在心里是一回事 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哥哥啰嗦你几句 不是让你记得我的好 你说你在外面万一有三长两短 你现在倒是威风了 人无刚果 安身不劳 前两天有个赖子吃了你的饼 不给钱还辱骂你 也没见你那么神气啊 哪家的赖子 敢欺负我哥哥 我找他去 我 我说错话了 叔叔早些歇歇 美 tú 哥 你没事吧 这就可惜了 我说 当官就要有一个当官的样子 哥不需要你出头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咱兄弟俩过安生的日子 比什么不好 行吗 把手伸出来 道歉 这 这肚腾 这大哥不在这儿啊 我上哪儿道歉去 大哥不在这儿 你也点道歉 行行行行行 道歉 大哥 大哥 对不起啊大哥 大哥 但 这又怎么了肚腾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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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会来了 我再也不会来了 既然大官人也不曾真心为金梁做过打算 那金梁也不愿变得自行打算 保得暗身 多头 你家嫂子最近越发漂亮了 你大哥吃不吃就笑我了 说什么呢 都头头 wyp 诶 都头回来了 回来了 明日的月给你捧场去 哟哟 多谢都头 叔叔 回来了 嫂子 今日里出去了 没有啊 一直在家 从未出去 那估计是外边的巡街 眼花看走眼了 叔叔辛苦了 那您先歇息 我去准备膳食 好 有劳嫂子 我居住 现在那边 还想世界 нем中十字费 叔叔 weather 国鼓 给你 我 不要 儿啊 哪来的钱呢 娘 那是我的俸禄 您放心吧 儿啊 咱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安宁日子 千万不能再走灰头路了 娘 我明白了 来 喝药了 金莲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没收拾 大官人在那儿都等不及了 干娘 我今天身体有些不舒服 先不去了 还为昨天的事儿置气呢 金莲啊 你的心思干娘明白得很 但是要等待机会不是 你只要把大官人哄得开心了 这机会以后多得是 机会 我哪有什么机会啊 我不过是他的一个玩物罢了 金莲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干娘 这线上姑娘那么多 麻烦您再为她续一个吧 我就算把全天下的美女 都摆在大官人面前 干娘 您请回吧 干娘再说一句 你若依仗西门大官人 多多少少还有点希望 如果 你把这个火苗给灭了 你真敢心 跟那三寸枯树皮五大郎 过一辈子 怕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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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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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长长长的肉包子 太包子了 来来来 老板 没点包子多 老板 来一笼包子 好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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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在这边 都头 你家嫂子最近越发漂亮了 你大哥吃不吃得消啊 哥哥以前常嘱咐你 御事责任 不要因为当上的都头 就成了一时之勇 都头 雷嫂子 我给你上上点事 都头 我叫哥哥被冤枉了 能不能帮忙他 都头 我哥哥是冤枉的呀 不如再说 都头 都头 我不是老了吗 我让金莱给我做点兽医 五都头 五都头 你这是做事呢 五都头 谁啊 你给我走开 躺着 走 你小子到底是谁 到底是哪家的棺柴 不知道老子是谁啊 啊 你脑袋上诸空了 啊 你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 他是京城高家的人 本县见了他也得礼让三分哪 你还去抓人家的奸 自己闯了祸 还要连累我 人家现在点了明了 不想再见到你 再见你 连我乌纱帽都保不住了 你明天去趟金莱 去给我松趟东西 在高公子离开清河县之前 不准回来 金莱 但是 那岂不是会很远 就是要你去个一年半载 我不去 不去也要去 由不得你 自己拿 自己拿 好了好了 给 回 回不回家 好了不跟哥闹了 走嘞回家喽 我弟弟真乖 你说咱们兄弟俩 平平安安的过安生日子 怎么就那么难呢 好 什么都别说了 平平安安的回来 哥 我就你这一个兄弟 哥 我走之后 你要好好地保重自己 平日里挤得万处造魁 有什么事 等我回来再说 好 沙兄弟 哥哥什么时候让你操过去 走吧走吧 你就走吧 好 你 这样子 说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我 我怕五松回来 五松 他还能回得来吗 客官 您的酒来嘞 各位客官 菜一会儿就上来了 我不能 好 Foundation shaking 小心 都头 这帮匪徒怎么回事 连官差都敢接 不清楚 周伯 生意可好啊 好好好 都头啊 以后辛苦了 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来来来 让五伯伯报报 快 跟都头问好 五都头好 好 好 来 回家吧 来 走啦 恭迎都头 恭什么营啊 跟我喝一喝酒去 都头 那个 有件事 要和您说一下 什么事 您哥哥 他出事了 我送回来了 你快走 大娘的 一群废了 快 从窗户走 快 嫂嫂 大哥 大哥 咋回事 我 我的命 真的好苦啊 前几日 你哥哥他忽然犯胸口疼 没吃几天的药 没吃几天的药 就散手去了 大哥从来没有这病 他咋就死了呢 好 五都头回来了 节哀呀 节哀 这天又不测风云 人又旦夕祸福 这 谁保没事啊 是啊 这些日子 也多亏干娘 帮助一直料理丧事 啥时候的事 还有两天 便是断期了 大哥埋在哪 奴家孤身一人 一时之间 找不到合适的埋葬地点 在家停了三天 烧花了 守护我 我 吴宋 哥哥不需要你出头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咱兄弟俩过安生的日子比什么不好 我就你这一个兄弟 平平安安的回来 走吧 走吧 哎呀 走吧 陈 你还有脸要钱 我们也伤了不少兄弟 您怎么着也得给点医药费吧 识相的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今天我是要不着钱 我哪儿都不去 那就别走了 之前跟你们说的活儿 到底谁去做 我去做 我都等武松一年了 我想见他 要不你去 五年未出现的银丝杀手 竟然成了救花子 武渡头 都查清楚了 台关入殿是本地团头何九叔 已经搬出城去 徐木得踪迹 要不我再去问问豹哥 我自己去 哥哥 倘若你有任何的冤屈 是 你在九泉之下 就算化成立归 你也一定要告诉我武松 我定将那贼人 随时万断 我还是公子的那些那外爷 他就算了 道歉 得了 肯定心 并不停 然也要想 Para 比我好 他适应 要想去 那是 在哪儿 肯定 那我小学党 做到哪儿 我找到小学党 别人 这就是多辞 我只需要你 我再想去 给你老娘 兜兜 节哀 你也多加小心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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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虎祖头 我很想你呀 何九叔呢 何老九就在这棺材里面 另外一个棺材是为你准备的 这一次 咱们再来玩一把梦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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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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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毒草 我饿了 我想吃你磕磕五大龙做的吹冰了 感谢五毒草救命之恩如同再造我 我家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小的也不知道前因后果 只知道那一日王婆呼喊小的去给五大郎验尸 便速速赶去 哪知道在路上遇见了西门大官人 随后他便把我请到了狮子楼 九叔休闲轻微明日另有仇仙 你看小的无半点效劳之处 如何感受啊 九叔休要客气请收我再说 官人有什么事您只管说 小的一听 也没什么大事 等会儿你要去给大郎练尸 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你盖上床紧便是 别不多言 是 这是件小事 大官人 吩咐即可 这个银两 九叔不收便是推却 那些门庆首辣心黑 我不敢不从 去到家中我掀开白布 只看五大郎的指甲发黑 嘴唇发紫 七窍流血 一定是中毒身亡 小人本想声张出去 又怕没人给我做主 不敢声张 第三日 我听说要把五大郎的尸首 扛出去烧了 我 就买了些墨纸 佳作人情 避开了王婆和潘金莲 暗中拾了两块骨头 作为证据 这骨头肃黑 一定是毒药身死的证件 还有 这是小的证词 都写在上面 请毒头详查 到底是谁人 为何要害我家可可 毒头 小的也不知啊 我只是听说 有个卖离的韵哥 知道这里的详情 走 官人 这光脚的 他不怕穿鞋的 万一这愣头青武松 告到了官府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大官人 你带我走吧 咱们去一个 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我为你洗衣 做饭 我会好好好好伺候你的 我在这里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跟你去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那我还是西门大官人吗 大官人 大官人 你还有我呀 你做个屁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冰清玉洁的主啊 我不妨 我不妨告诉你 当初勾引你 就是这个老东西出的主意 现在你还跟他一起挑唆我离开这儿 过安生的日子 我告诉你们 谁都别想走 不就是个武松吗 胡来死了 武松的人头现在值多少钱 武松人头 武松人头 你终于回来了 都怪我 都怪 你说吧 那日我带武大叔去捉奸 武大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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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做的好事 我杀了你一个贱父 我杀了你 结果武大叔被西门京揣上了重伤 那几日我非常担心他 可又不敢进去 便想借着窗户看看情况 我杀了你 你做的这些勾当 实在让我心寒 我死到无妨 也爱不到你什么事 可是你知道 我那兄弟娃儿的性格 他要知道这件事 肯定不会放过你 金莲儿 如果你真的可怜我 把我医好便是 我绝对不跟他说 奴家 听闻有一方药 可以治你 带你们家去食物来 带你们家去食物来 嗯 大郎 该吃药了 谢谢娘子 婆儿后 我看到武大叔在喝完药之后 痛不欲生 怀愈挣扎 西门京和王婆便闯了进来 他们三人 将你哥哥 给活活活活活死 你跟我去趟衙门 啊 来 华豹 华豹 华豹五年前已经被我杀了 之后我变成了华豹 你胡说什么呢 华豹 华豹 为什么这个人偏偏是你 如果有的选择 我再也不会戴上这面具了 该令我准备好事吧 我娘每日都吃这么贵的药 怎么就病情突然加重了 那些名贵的药 咱们寻常百姓下谁吃得起啊 你马上给我去弄 多少钱我都付得起 只要独头死我娘才能活 你不会是新闻清的人了吧 莫怪我 皇室多谢独头照顾 这本文晴 我下辈子再换了 周桃你没事吧 好 这什么事啊 大方啊 哦 好 都头 搞什么 小人青兄弟五大 被西门庆渝扫通奸 下毒药谋害姓名 此两人便是证件 请相公为小人做主 这件事难以理问 你也是本县的都头 不同伐都吗 常言道 捉奸见霜 捉贼见脏 杀人见伤 你那哥哥的尸首又不见了 你又没捉得他奸 如今只凭着两人断言杀人 莫非忒偏向了吧 赴高相公 这哥绝不是小人 你也何处来的 一块骨头能证何事啊 你叫他一下 他应不应你 悟送 你休叫外人挑拨你与西门庆做对头 圣人云 惊慕之事 有恐未真 背后之言 岂能全信 但凡人命之事 须 师 伤 病 物 宗 武剑 俱全 方可问堂 若再要胡言乱语之行为 本县 绝不轻饶 退堂 人事 没想到 这些人 不能乱出 不 不 不 又 都 不 人事 无 老 人事 没有 无 人事 无 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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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吧 李宗盛 我十二岁的时候 就被卖身为奴了 早知道混落到现在的天地 当初我就不该做选择了 杀人了 王公子 王公子 你给我滚出去 真难缠 谁杀了武宋 重重有赏 老最高 简陋 十岁 眼睛 来吧 你還不收手 我已經回不去了 我已經回來了 啊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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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 嗯 一 啊 啊 我要救我娘 没用的废物 统统去死 还行 啊 啊 嗯 老公 想杀了我 你跟你哥哥一样都是废 我弄死你们 就像弄死了龙鹰一样 简单 等到 饶我 饶我一边 哥哥 我我武松终于替你报仇了 我回来了 五叔 哥 又偷喝酒了吧 没有 你有什么好吃的呀 没有啊 就烧饼 给我看看 你身上有没有藏着 没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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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我给你做好吃的吧 好啊 那回家 走 进屋去 进屋 哎呀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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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